大米上放上一块羊肉 出锅寿天变美食 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太好吃了 做法简单又美味 今天呢就把这个美食分享给大家 大米倒入到盆子中 加入清水 把大米我们给它淘洗一下 去除一下大米表层的灰尘 大米淘洗干净以后 把大米给它捞出来 然后再加入清水 把大米在盆子中 给它浸泡20分钟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 清洗干净的羊腿肉 把它给它切成块 块的大小自己掌握 切好的羊肉块 放到一个盆子中 暂时备用 再准备两根清洗干净的胡萝卜 把胡萝卜切成长条 切好的胡萝卜条 放到一个盆子中 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个洋葱 再准备一个洋葱 对半切开 再把洋葱给它切成丝 泡洋葱丝给它抖散 然后放到盆子中 然后放到盆子中 暂时备用 里面加入水分油 油热向我们的羊肉块 把羊肉在这边炒至发白 煎炒至发白以后 下我们的洋葱丝 把洋葱丝和羊肉块 翻炒在一起 炒出洋葱的香味 炒出香味以后 再下入些自然粒 再次煸炒一下 然后再下入我们的萝卜条 快速的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翻炒好以后 加入我们的桃米水 然后我们加入食盐 用勺子把它们搅拌一下 再来点生抽酱油 把水烧开 然后再加入些冰糖 简单的搅拌两下 把冰糖我们给它煮化 然后把我们泡好了大米 倒入到锅中 用铲子把米全部铺平 或者我们倒入到电饭包中 最后我给它盖上盖子 先中火 给它蒙至20分钟 时间到打开锅盖 哇好香啊 再用筷子给它插些洞 最后再撒上一些葡萄干 再盖上盖子 给它蒙10分钟 时间到再次打开锅盖 用勺子把它们翻动一下 盛入到盘子中 这样我们好吃又美味的新姜 羊肉抓饭就做好了 天冷了 您来上这么一盘 手抓羊肉饭 好吃又没味儿 做法关键也非常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吃手抓羊肉饭 就试试我这个方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